2022年县市长选举还有一年多才举行 但是彰化县已经出现了震撼弹 向来青蓝的五联霸县议员张雪茹 确定要加入民众党 并且出任党部主委 民众党正式在彰化县插旗 那么外界也推测 张雪茹可能代表民众党 角逐张化立委 又或者是县长宝座 五联霸张化县议员张雪茹 原本是青蓝议员 现在确定要加入白色势力民众党 一带彰化政坛投下震撼弹 张雪茹表示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来拜访过他两次 最后说服他担任彰化县党部主委 外界推测张雪茹可能代表民众党 竞选彰化立委或者县长 他听了哈哈大笑 我相信这一辈子你到这个位置来 你能不能做到哪里吃多少用多少 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 我只能说我准备好等待发生 张雪茹连任五届议员 只有第三次竞选时短暂加入国民党 其余都以五党籍身份参选 这次他加入民众党 参与2022县市长大选 也势必改变彰化政治版图 你在参加什么党还是要靠他自己在机场的根源 民众的认同度 利用这个机会除了恭喜他之外 我们希望可以用多元化的政党协商方式 可以让整个议会运作更加圆容 彰化县有百万人口 也是六都以外人口最多的县 在这之前民众党完全踏不进彰化一步 距离2022选战还有一年多 民众党和张雪茹会如何安排选战布局 各界都在看